MIRQ的滑膚格系列新品搭配 提供给大家一周的上学穿搭灵感 我上学穿搭的要求一定要是很方便、舒适 好看之余同时也不能太浮夸 必须得符合上课的环境 我觉得今天的穿搭应该都可以满足大家这些平常上学前 在想要穿什么的小烦恼 除此之外今天的影片也比较特别 除了穿搭分享之外 最后还会附上我的一日上学Vlog 大家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后哦 这次系列一样提供我的专属折扣码 记得笔记下来使用 那么我们就赶快开始今天的影片咯 星期一上衣穿着滑肤格小落肩圆领短板背心 我穿S号浅绿色 颜色是像洛梨一样的绿色 非常夏天 使用滑肤格的面料 穿起来是比较有挺度的 无袖落肩版型加上短板的设计 单穿就很有型 夏天穿也不怕热 如果想要多层次的搭配 推荐日系镂空杆 动动长板背心 现在日韩都很流行的镂空针织元素 长板背心可以当作外照搭配 因为我想预留内搭的空间 所以拿了比较大的M号 中间蝴蝶结可以自己绑 或是拆开搭配 感觉整件反穿也是可以 不过我还没试过 有机会的话再拍给大家看 总之这样搭牛仔裤也是非常好看 更有造型 针织背心也让整体的搭配 不会那么的无聊 这系列的基本款单品都有出很多颜色 除了日常的黑灰白之外 也有很多适合夏天的粉嫩色系 星期二换上裙装 先穿上华夫格肖肩长洋装 穿的是S号花灰色 这件就是属于贴身版型的one piece 正面有做车线造型 裙子下摆也有一个蛮高的开叉 增加造型之外行走也比较方便 布料是有弹性而且很轻薄 穿起来真的舒适又凉爽 不想单穿的话也可以加其他的上衣做搭配 我搭配的是软料舒适口袋短袖牛仔衬衫 我有预感这件应该是我今年会很常穿的单品 又是衬衫又是单宁 都是百搭的元素 不管跟什么风格都可以很万能的搭配 衬衫搭洋装可以只扣上面一颗扣子 还是可以展现出里面洋装的造型 衬衫也是做整个下摆圆弧状的造型 非常的可爱 整体的搭配就是有点帅气加甜美 实际上也非常方便活动啦 不过要注意的是浅色洋装 建议还是穿浅色或是无痕的内衣裤 才不会有透出来的危机喔 再来星期三穿上很有运动感的 滑夫格配色短板上衣 觉得素T无聊的可以换上这种运动风的配色 我穿的是乌兰S号 下衬就搭一个跟上衣配色有呼应到的白色工装裤 整体就是有运动和休闲感的搭配 对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剪头发了 果然天气一热就会想要剪短 这次有剪了一些层次 看一期短髮可以剪剪看层次 看起来会更活泼 真的很推荐想要留中长髮的人可以试试看 回到穿搭 可以注意这款每个颜色的撞色搭配都不太一样 像乌兰搭配的是白色 粉色则是撞黑色 大家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组合 星期四是一套体育课穿搭 换上一款套装 舒适棉质不修边两件式套装 我穿的是浅麻色S号 这件棉质真的非常有弹性又透气清敷 MQ加这种棉质的布料 都是超级适合当睡衣穿的那种 这款上衣跟裤子边缘都是做不修边的设计 上下身都是一样的材质 裤子也有做针口袋的设计 套装外面再搭刚刚的牛仔衬衫 搭配小白鞋跟老帽等配件 就是休闲又不会太过随便的一套搭配 体育课完衬衫一穿就可以直接去赶课啦 这次套装的颜色除了我身上的浅麻灰 比较特别的色系像是浅灰绿 跟比较深色的沙驼色 都是很沉稳中性的色调 大家也可以到官网上看看实穿的颜色 再来星期五上衣穿前面的绿色短板背心 刚刚穿牛仔裤 这次搭配设计感细肩绑带螺纹洋装 这件就是很日系感的细肩带瓶口洋装 下摆也是有点A-300 面料是螺纹 但是比较有厚挺度的螺纹 这件感觉单穿或是里面搭T恤穿都可以 很特别的是背后的绑带跟造型设计 这边的肩带也是可以自己打截自由调整长度 我现在是稍微把肩带放长一点 裙长也会看起来更长落到脚踝 大家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跟搭配自由调整 这件背后绑带有点小交叉的感觉 背后的造型我觉得非常可爱 虽然很简单但是又不会太过普通 黑色洋装搭配里面很有亮点的浅绿上衣 真是再适合不过 私心喜欢这套搭配 赞赞 进入了周末星期六 上衣穿的是最最基础款式的 基本圆领舒适短袖上衣 这件就是合肩版型的一款圆领T恤 给大家近看滑肤格材质 就是这样有小小的格子纹路 提供给一般棉质梯不一样的材质呈现 最近其实蛮喜欢比较合肩的白梯 觉得穿起来会更俐落有精神 给穿搭加点变化外搭一件背心 不对称肩带麻纱材质背心 我穿的是驼色M号 这件摸起来就是比较亚麻感粗粗的材质 下巴有做宽松颈带的收束 两边肩带做不对称 一边宽一边细的设计 背心部分也是正反都可以穿着 最近很多日系服饰都有出各种设计款式的背心 让穿搭可以有更多精致的小变化 这一套我把背心穿在T恤的外面 也是最近蛮流行的搭法 所以背心我选择是M号会比较方便内搭 另外下身搭的是上一次Daily Needs系列的黑长裙 感觉如果搭配宽版的西装裤也会很好看 属于有点大人感的穿搭 驼色也非常的优雅有气质的感觉 一周的最后一天星期日 穿上肖尖洋装搭配镂空针织长板背心 针织背心搭配裙装的效果也是非常好 就不用说这套穿起来有多凉爽了 感觉就很适合穿这套出去玩 到海边走走之类的 肖尖背心搭宽领口的针织 露出一点肩膀部分 造型也非常的好看 两件刚好都是挑浅色系 所以整个搭配的配色效果是非常和谐 搭配起来感觉很像原本就是一整套的 衣柜直接多一款设计感洋装 真的是CP值超高的单品 那么以上就是这次的一周穿搭分享 那我们就一起接下去来看我的一日上学Vlog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镜需要您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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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